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军士兵死亡 至少34人受伤 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 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防长奥斯汀誓言将做出回应 并认为发动袭击的民兵武装和伊朗有关将矛头直指伊朗 伊朗方面则是反应强烈 指美方指控是毫无根据 并坚称伊朗在该地区没有任何的代理组织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三名美军士兵被炸死 这是自10月7号爆发新一轮以哈冲突之后 美军首次重大伤亡 也预示着中东局势正在出现令人不安的升级 和冲突外溢的态势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都带来现场 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将带来伊朗方面的反应 美国表态称将核击报复却迟迟没有出手 美国的顾虑到底是什么 伊朗的顾虑又是什么 美国和伊朗是否有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 这又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北京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 军事问题专家白孟臣将带来他们的观点和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魏小全的 伊哈战火南西 中东的愤怒仍在蔓延 28号 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基地 22号塔突遭五人机袭击 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斯兰抵抗组织随后承认 当天清晨用五人机袭击了四个军事基地 宣布对这起事件负责 这是以哈之战爆发以来 首次有美军在中东遇袭身亡 彼时正在南卡罗莱纳出席活动的 美国总统拜登突袭噩耗 第一时间将矛头直指伊朗 称起是位激进武装组织撑腰的幕后黑手 并誓言美国将作出反击 震惊之余 《华尔街日报》29号 援引美国官员报道称 事发时刚好有美军无人机 也在返回 导致基地的防空系统出现混淆 未能阻止袭击 共和党人抓住漏洞 大批拜登政府软弱无能 而这些愤怒也并非毫无缘由 自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驻中东美军 已在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和野门近海 遭遇150多次袭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文称 这次袭击标志着美国可怕的一天 不少鹰派议员更是施压 要求美国回击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 对于这些指控 伊朗失口否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2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地区抵抗组织的行动 并不受伊朗的指挥和命令 他批评 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才是加剧地区动荡扩大风险的根源 伊朗方面并表示 正随时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 任何针对伊朗的挑衅性指控 都将承担所造成的后果 面对脆弱的中东乱局 有专家直言 若要攻击伊朗 美国必须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而既想保障军队和利益 又不卷入更广泛的冲突 这对目前的美国来说 似乎仍是个唯命题 频繁遭袭 美国插手以哈引来众怒 唇枪舌战 美伊互相指控 紧张升级 硝烟四起 中东战火会否持续外溢 危险边缘 三名美军士兵被炸死 正值美国大选 进入关键节点的时刻 我们看到总统拜登 只是在事故之后 发表了默哀 踢了一张在白宫战情室 商量对策的照片 并表示 我们将在我们希望的时间 以我们希望的方式 追究所有责任人的责任 但是又表态 不想和伊朗发生直接冲突 我们来连线 正在德克兰的本台著 伊朗记者李瑞 李瑞 美国表态 不寻求和伊朗开战 但是对基地预袭 将做出反应 伊朗政府对此有什么表态 伊朗国内舆论 对于美国军事基地预袭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 科夫 其实伊朗国内 对此是非常关注的 伊朗外长阿布多拉 向30号在社交平台上 他就发文声 结束地区冲突的唯一办法 是政治解决办法 他说白宫很清楚 还说现在外交活动 非常的活跃 那么这也会使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 尽快地结束 而伊朗一直在强调 就是解决现在地区危机的 唯一方法 就是要加沙 立即停火 而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卡纳尼 29号也表示 伊朗不寻求和美国开战 也并不希望战争范围扩大 而且他还说 地区抵抗组织 并不听命于伊朗 这个地区组织的行动 跟伊朗无关 而且伊朗高度警惕 和随时在监测 地区的事态发展 他还警告说 对伊朗任何的挑衅型的指控 将会由对方来承担后果 而其实伊朗国内舆论 还是高度在关注 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 一些伊朗媒体就称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 在中东不得人心 遭遇一些失败 而且对伊朗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一些媒体 他们担忧美国会错估行事 采取一些错误的行动 导致局势不可控 而今天伊朗德黑兰的见面 是非常的平静 人们都人来人往 忙碌着自己一天的工作 但实际上在自由市场 伊朗的货币里尔 对美元的汇率 今天是大幅的暴涨 里亚尔大幅的贬值 这也显示了市场的担忧 这也意味着伊朗国内 对此还是非常的紧张的 但伊朗军方到目前 还是非常的低调 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 伊朗的军队 现在持最高的戒备状态 科夫 好 谢谢李锐 这个看热闹得不嫌事大 外界都在揣测 伊朗和美国什么时候 可能会爆发冲突 但是双方都是第一时间 说明不想寻求和对方开战 我们有请田文林教授 我们看到伊朗官方的回应 有一句话非常值得玩味 很有意思 就是说 伊朗不寻求和美国开战 但是伊朗没有能力控制这一些 不听从与我们的地方组织 地方民兵组织 对美国的袭击 这似乎是很少见的 伊朗的一种措辞 这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首先可以看到 伊朗还是不愿意和美国 进行正面对抗 因为现在美国遭遇了 军事激励 遭袭美军出现大量人员伤亡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伊朗认为 这个袭击事件 和是受到伊朗的支持 或者伊朗支持 那么伊朗就面临着战争风险 无疑会成倍加大 那么现在伊朗表态 就是说这些袭击活动 和伊朗没有关系 而且伊朗对这些地区武装 也没有一个直接的 这种干预的能力 其实本身也是这种偏心责任 希望这次的事件 不会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正面军事对抗 我想从这一点 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好的 那么如何来解读美国方面的反应 我们看到拜登的反应是相当温和 甚至以他的标准来说 都是相当温和了 其实从美国来说 这个事件确实是一个 从去年10月以来 遭遇比较大的一个人员伤亡的 这么一个事件 但是从美国的大战略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主要的战略目标 还是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这样的大国的挑战 那么这样美国并不愿意重新的卷入中东 所以说如果说中东地区出现战事升级的态势 那么这种结果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呢 现在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表现的相对低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这个事件呢 如果说呢 伊朗有责任 那么美国的战略对象呢 可能就是伊朗 而伊朗是中东地区呢 应该是屈指可数的地区军事大国 它是拥有远程导弹发射能力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军事目标 包括它的民运目标 都可能在伊朗的这个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 一旦双方开战 美国付出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一点呢 同样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 好的 谢谢田教授 再来有请白门城先生 我们看这一次 三名美军被炸死36人受伤 是由这个民兵组织释放的无人机干的 在一个处在沙漠中的美军基地 遭遇无人机的攻击 这事美国干了很多 但这一次是美军士兵遭遇无人机的袭击死亡 其实是去年10月7号 以巴冲突新一轮爆发以来呢 叙利亚地区的多支民兵组织 就使用无人机啊 火箭啊 迫击炮和弹道导弹等 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发动了超过60次的袭击 对美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也发生了90多次袭击 您觉得到现在为止 只有三名美军士兵被杀 是正常的现象吗 这一次的袭击呢 事实上发生在约旦 那么刚才你也讲到 实际上美国自己的统计 从10月中旬 2023年10月中旬以来 美国在约旦 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的 预期次数都很多 那么在伊拉克呢 被美军自己介绍是66次 在叙利亚是9 在这个伊拉克是66次 在叙利亚是98次 那么在约旦只有一次 我们看到就这么大的一个伤亡 而且相关的这个22号塔 据说只驻守了350名士兵 也就是说超过10%的 这个基地的人员或死或伤 那么这个我觉得 其实对于美军来讲 之前的上百次袭击 是不是说真的 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现在都要打问号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你刚才讲到了 美军经常要做无人机的打击 事实上这一次 为什么袭击的无人机 会在这种如入无人之境 确实是因为 美军的无人机在返航 所以美军22号塔的 相关预警跟防空系统关闭 那么最后呢 就导致对方的无人机 直接攻击了美军的宿舍 这个是美军官方的说法 那么看得出来呢 相关的攻击是预先研究了 美国在周边的部署 包括它的行动规律 那么最终进行了 有效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 这种类似的博弈和袭击 它并不是说 一天两天的准备 它一定是进行了 长时间的准备 而且美国在整个中东 我们说美国人自己 算47000到57000的部队 那么大量的部队 是存在在这种 小型基地之中 那么类似的基地 会不会遭遇 同样的攻击 会不会带来人员伤亡 这点上我觉得 其实美国人现在应该 心中是十分害怕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 美国人自己放的 无人机太多了 以至于敌方 放了一架无人机 它是难以识别 到底是谁放的 所以遭遇这个痛击 好 我们再有请您 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拜登说 将在希望的时间 希望的地点 报复所有责任人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的敌人很多 这个面是非常广的 不管是在伊拉克 叙利亚还是约旦 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去对他们产生报复 如果说有的话 实际上美国国内 进行过一些讨论 之前我们看到 在这个伊拉克的 一些民兵组织 疑似遭到来自于 美方的袭击 那么被直接暗杀 那么另外呢 就是美国国内 已经在讨论 是不是有可能 类似于像对 苏兰曼尼那样的袭击 对伊朗的重要的将领 包括我们说 比如涉及到军事工业 包括涉及到政府的 一些高官 进行直接的刺杀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呢就是对伊朗的 一些重要的目标 尤其是涉及到军事工业 包括它这个整个军备体系的 一些重要的节点 来进行打击 那么这样的打击呢 美国方面可以借助在中东 比如说是无人机 包括我们说 像隐身战机来进行攻击 那么只要事后 不被伊朗方面 找出相关的证据 证明是美国来进行的话 那么它就只能说是一种 可以美国人 也可以写击自己的 相关的责任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 它的攻击很有可能 正已经见在弦上 但是最后这样的袭击 会不会被美国人自己承认 这个应该来说 现在来看 很有可能是不会的 好的 在现在的情况下 这个民兵组织也好 各种反抗组织的 美国的袭击 可能就像 又发拉底河的河水一样 滔滔不绝 确实也是令人非常头疼 再有请田教授 我们看到现在 总的来说 大家并不担心 伊朗和美国会爆发 直接的正面的冲突 但是这种可能性 并不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么问吗 需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伊朗才会踩到美国的底线 美国才会不得不和伊朗 发生正面冲突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这个 这个评估标准呢 其实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主观性的标准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呢 如果说呢 从美国也好 或者伊朗也好 一旦呢 对方给自己造成的这个人员 或者财产损失 超过他自身呢 心理能够承受的底线 和这个红线的范围 那么这个冲突呢 就会升级 那么至于呢 这个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算是触犯了 对方底线呢 我想呢 这个对双方呢 他的理解呢 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毫无疑问 尽管目前呢 伊朗和美国相对呢 比较理性 但这种理性呢 不是永远可以维持下去的 一旦呢 情况呢 比方说中东出现了一个 更大规模的这个 报复与反复报复举动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的矛盾呢 同样存在这个螺旋式上升 乃至呢 走向一个不可逆的 一个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好的 那白先生 您觉得伊朗底线在哪儿 前几年美国用无人机杀死了 苏莱曼尼 这似乎也还没有触碰到 伊朗的底线 但是说我们也看到 伊朗方面用弹道导弹 对美国的基地进行了还击 就是其实我觉得 对于美国也好 对于伊朗也好 那么在这个外交层面上 宣布对对方开战 和在军事层面上 那么用各种战争 混合战争 甚至是代理人战争 来伤害对方 这两件事情之间 是没有矛盾的 甚至我们说 可以完全不同频 所以可能下一步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中东区域的美军 或者是伊朗的相关目标 遭到攻击 但是事后也许 没有任何人出来 证明是由自己来进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混合战争时代的 可怕在于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并不一定要宣战 但是很有可能 会通过自己手中的装备 给对方 带来足够大的人员伤网 那么进一步的导致 对方的这种 对等的反制 或者我们讲 这个回报 那么应该来说 对于中东来讲 现在整个的不确定因素 还是很大的 美国方面 我们看到布林肯说 1973年以来最危险的 这点上我觉得 其实对于中东 现在这么庞大的 军备的状态 包括这么复杂的 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 再涉及到宗教 跟民族一些相关关系 那么这个里面 我觉得真的确实 一点火星 会不会带来 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甚至我们整个的引爆 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不可以排除的 真是乱上加乱 有请田教授 您觉得现在中东局势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现在中东局势 我觉得总体来说 是处在一个冲突 继续 然后仍然存在一个冲突 继续升温的可能性 大概是这么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次冲突的根源 其实是巴以问题 如果说巴以问题 始终是处在一个冲突和战略状态 那么鸿海危机 包括美国的军事激励遭袭 那么类似这样的外衣效应 就会始终不断地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相关的这些地区大国 包括伊朗 包括美国 对于促使冲突升级 采取这种相对理性和克制的态度 但是我们知道 在现在的这场中东冲突当中 存在很多的非国家行为体 比方说哈马斯 胡塞武装 伊拉克抵抗组织 那么这些组织的行为方式 是不完全是以一个理性原则 作为一个行事方式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以及这种行事方式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都是很难事先进行评估的 那么由此一句话 就是中东的这个乱局 我觉得它还是存在着 多种变数和多种可能性 是 您提到像胡塞武装这一些 曾经相对来说 比较低调的地方的割据武装 以及像这一次袭击 约带美军的抵抗组织等等 是以前是默默无闻的 在这一次中东局势的演变中 这一些力量可以说是 似乎是唱了主角 反而这些地方大国传统的力量 比如说沙特 伊朗 确实相对来说 显得比较低调一点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的特点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在以往的这个巴以冲突当中 都是这些地区国家 包括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在处在和以色列对抗的一个前线 和是发挥着一个主角的作用 但是这次的巴以冲突和以往的巴以冲突 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些地区主权国家 基本上是一个袖手旁观的态度 相反这些国家内部的非政府武装力量 就像刚才说的珍珠党 哈马斯 胡赛武装 却表现非常火热 那么这种表现刚才说 就是使得中东政治出现了一个 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 尤其和20世纪不完全一样的这种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 是我任何一个学者和专家 我觉得评估起来 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 是的 而且他们的行为 只要是以抵抗以色列和支援巴勒斯坦 为理由的话 似乎是无可指责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再来聊相关话题 三明驻约带美军基地的美军士兵 被无人机的袭击炸死 我们看特朗普就立刻站出来痛逼 为什么美军会遭遇伤亡 就是因为拜登软弱和投降的结果 我们都能够把特朗普下一句台词想出来 就是如果他是美国总统 那么以哈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当然是这玩笑话 我们有请在北京的白沐晨先生 如何来看待美军现在 在中东的这个军事的布局 如果说美军要反击 就一定能够进行有效和精准的反击吗 首先要看怎么定义反击 如果美国方面想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 那么当然目标还是有很多的 那么包括我们说伊朗 在波斯湾上面像北塞斯大这种 对红海袭击美国方面坚称有关的船只 那么包括伊朗的一些港口 包括它的一些军事工业的重镇 那么美国方面是有能力对它进行突破的 那么这点上我们说可以确定 但是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布局 现在来看无论是47000还是57000人 那么它在中东的不同国家的分布都过于分散 那么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集中 而且在一些部分国家又太过密集 比如说在科威特有差不多1万人 那么这些力量在战时是不是真的能够迅速的到调动 包括美国的像哈姆战斗群 能不能在中东增加到两核甚至更多 那么这些其实都要打问号 因此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它即便想跟伊朗进行全面战争 它也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这个不是马上就可以进行的 但是对伊朗的突袭 这个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是可以进行 而且伊朗方面想要完全进行防御的可能性 确实也不大 是 我们刚才说到很多地方的武装割据 和反对美国的武装组织 他们的行为是很难预测的 但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传统大国的行为 也是很难预测的 比如说伊朗曾经在几乎同时时间 对叙利亚 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进行打击 这有不快来理解呢 这是打给谁看的呢 伊朗的上一轮的导弹攻击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最惊人的是 它的这个对叙利亚的 那么当时导弹的射程大概1230公里 这是伊朗方面自己的说法 那么这么远的射程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弹道导弹在作战之中 最远的一个射程记录了 那么对这样的攻击 而且精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伊朗方面是在这种打击的过程中 展示了自己的导弹打击能力 那么这个对于周边的国家 不光是像这种我们说像以色列 那么对美国其实还是有一定威慑 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样的攻击的基础 还是说伊朗方面有自己的一个动员能力 那么当然以伊朗现在能力来讲 它跟美国进行直接战争 它当然会损失很大 但是呢我觉得伊朗方面 现在呢它的堵还是说 它能够对美国造成足够的伤害 那么这种伤害的可能性 会让美国认为沉默成本过高 所以不会对伊朗发动直接的大规模的击击 好的谢谢我们再有请田教授 美国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今年美国将迎来2024年总统大雪 那么现在特朗普很可能代表共和党来参战 对抗他的老朋友拜登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掌权 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都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是否会对现在的以哈冲突的这样的局势 产生一些微妙影响呢 应该说美国国内政治呢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策 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这个之前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特朗普和之前的奥巴马 以及和之后的拜登呢 他们政策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两届就是两党之间呢 在支持以色列上 他们是有共同点 就是实际上事实上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他尽管上修正了特朗普时期 过度偏袒以色列的政策 但是特朗普时期很多的 这个偏袒以色列的继承事实 比方说呢 把这个驻美国的这个使馆呢 迁到耶路撒冷这种事情 拜登政府呢 并没有修正 这个说明呢 其实美国的 就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是一贯 包括这一轮 巴以冲突升温过程中 拜登政府在外交上力挺以色列 然后呢 在军事上呢 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军火 那么可以说呢 正是美国呢 在巴以问题上呢 过度偏袒以色列 而以色列在中东呢 又是采取这种夺夺逼人的 这个侵犯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政策 由此导致了巴以冲突的升级 以及呢 之后的这个冲突外衣 所以说呢 就此而言呢 无论是拜登政府执政 还是特朗普上台 他们都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或消除 中东地区呢 冲突不断 尤其是巴以问题呢 持续升温的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说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特朗普上台 中东局势必然是火上加油 应该是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这个特朗普呢 相比于拜登呢 他的应该说这个 中东外交呢 他的相对呢 更为鲁莽一些 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呢 更加的是不加掩饰 那么这样 这种做法呢 在现在中东已经成为一个 火药桶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这种过激政策呢 很有可能 让这个火药桶呢 就真正的就爆发出一场呢 不可逆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战争 是的 所以拜登现在还是相当的迎刃 感谢两位的精彩解读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